大家好 我是Data 上次我們介紹過一次刀石麵 有網友留言另一間刀石麵 那間餐廳叫做冥興山西刀石麵 就在黃埔這邊 之後我就在網上看資料 覺得價錢都幾好 而且很有特色 所以今天就來試一試 要去餐廳我們是黃埔站B出口出 出來後我們轉到右手邊 很快見到路口轉進去 再走幾步便會見到餐廳 今集就有點特別 因為我一去到餐廳 坐下後就開始點食 點完食物很快就上齊了 因為我擔心刀上會不好食 所以就先吃了 之後打算再做開啟 但吃到10點多,餐廳就有很多人 而且門口就有很多人在等 所以現在浩寶就說回幾句 明星亦是一間小店 面積都幾小 設計雖然簡單,但看起來就幾舒服 牆壁就用了很多白色的磚 因為我開頭是坐一張四人桌 我一樣不覺得餐廳面積就小 但當我轉了一張雙人桌後 基本上要擺都是擺得挺勉強的 而且因為它都幾多人 所以用餐時間就不是太久 另外因為這次拍攝真的很趕 所以拍不到很多畫面 連他們的菜單都拍得不太清楚 所以希望大家體諒一下 我們先講講它的招牌推介 主要有三個餐 分別是花雕醉雞、麻辣香雞、口水雞 三樣東西都配到刀削棉 都是52元 因為網友都推介我來試花雕醉雞 所以我們今次都叫了這個餐 它的套餐跟一杯熱飲 我加了3元,轉了杯凍飲、凍奶茶 如果大家來吃下午茶,其實價錢便宜很多 刀削棉的下午茶餐是28元起至32元 不過我不知道份量是否一樣 可能會少一點也不奇怪 下午茶時短是3點至5點半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便沒有 除了食刀削棉,我們再點了一些小食 小食選擇有27種 而且小食還可以是雙拼 就是兩樣食物,貴的食物,再加9元 我就叫了18號,手撕雞 以及19號,東波肉 23號麻辣烘剪,以及25號麻辣金錢肚 因為我怕刀削棉會黏一塊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試一試 首先這個刀削棉的份量很多,一大碗 還有刀削棉就裝到很滿 再就不是很多,一條 我覺得刀削棉就比上次介紹的面正常些 而且麵就會比較長一點,條條都差不多 上次介紹的面大小分別都幾大 因為今次就很快吃了,所以刀削棉沒有怎樣黏 我覺得這間店的刀削棉質素真的幾好 它大部分的麵都比較彈牙一點 其實這樣吃這碗麵就真的非常飽肚了 這個湯底味道幾夠,所以刀削棉都很夠味 不過這個湯底就會留為鹹一點 刀削棉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菜的比例真的少了一點 這麼大碗麵就只有一條菜 相信有些觀眾喜歡吃菜的話就會覺得不夠 另外這個菜雖然就少,但質素挺好的 刀削棉我覺得值得再試 之後我們就介紹一下這個花雕醉雞 上面還有一隻扭心蛋就開了邊 這個麵就52元,不過它的花雕醉雞份量都不少 我們就先試一下流心蛋 這個流心蛋,我當然有少許流心 接著這個蛋就帶點鹹味 還有可能它浸在花雕裡 所以有少許酒香,味道是不錯的 這個醉雞就真的相當高質素 一來那些雞肉都幾嫩滑 就算我吃雞胸肉都不會說很韌 而來那花雕味道真的非常出色 我本身就不喝酒,但不會覺得花雕味道不好 反而就相當喜歡 那麽大塊雞皮吃起來就很爽口 很少吃雞皮那麼爽口 近期其實我吃過一次類似花雕醉雞的東西 不過那隻質素就跟這個相差很遠 所以這個花雕醉雞其實給我都幾大的驚喜 即是直舊就很想拿回去給家人試一下 冬奶茶就加3元,這個奶茶都幾大杯 還有我叫了是小冰 冬奶茶它的甜度我做了幾好 不會說太甜,也不會說不夠甜 另外這個茶沒什麽結味 這個冬奶茶夏天喝,就喝起來幾舒服 接著我們看看這碟麻辣東坡肉 再拼這個麻辣壽司雞 原本就38元,雙拼加9元,即是47元 47元就可以試到兩樣東西 那份量來說其實我覺得不算特別多 壽司雞上面有少少麻辣醬 剛才我試了醬,我發覺真的幾辣 其實我已經叫了少辣,不過少少麻辣醬都幾辣 因為就浸了醬,再加少少麻辣醬 那個味道就很適合我 還有這個麻辣醬就有少少麻的感覺 我覺得壽司雞整體質素都幾好 不過如果份量再多一點就更加好 之後我們就看看一件很肥的東西,冬菠肉 冬菠肉有兩件,而每一件都相當大件 冬菠肉它的滷水味道我覺得還可以 不過問題是冬菠肉整體來說都煮得不夠軟 即是沒有了冬菠肉入口即化的感覺 再吃真點,這個冬菠肉有部份就比較硬了少少 坦白說,這個冬菠肉其實不是很合格 之後我們再看最後一碟,麻辣金錢肚和牛剪 48元再加9元,所以是57元 全餐最貴就是這個 那些金錢肚剪到一條條,我覺得就相當不錯 因為吃的時候就很方便 我雖然都是叫小辣,但這個金錢肚幾辣,幾吞 是吃得很過癮的 金錢肚都煮得很軟 所以我覺得這個金錢肚都是幾高質素 之後再看牛剪,牛剪有很多塊 不過每一塊都切得很薄 因為牛剪切得很薄,而且牛剪本身不是很硬 所以口感上很好,但麻辣的醬汁不是很入口 所以在味道上就差少少 不過質地就很不錯 兩碟小吃,下面都是青瓜絲,還有一些花生 花生吃起來很香厚,而且挺脆,質素挺好的 青瓜絲吸了醬汁,吃起來都挺爽口 但它就會比較辣 四樣小吃比較來說,我就覺得金錢肚是最好的 接著就是牛剪,手絲雞,最不得就是冬波肉 因為餐廳開頭有瘦寫單 我之後就問它拿一張帥仔一點的Stan 它就給了一張收據給我 今餐我們就吃了159,今餐真的吃得非常急 剛才我看過時間,其實今次我吃了一個小時 一到12點多,其實餐廳就非常多人 我臨走的時候都見到門口排了長路 很多人在外面等位 明興的食物質素其實我覺得都挺不錯 特別是它的花雕醉雞,真是一事難忘 另外它刀上面的質素都挺好的 其他小吃我覺得都OK的 服務就不錯,特別是它們真的挺有心的 它見到我叫這麼多東西,怕我吃不完都會提一提我 餐廳環境其實是OK的,不過就真的相當擠迫 地點就相當方便,地站走過去真的一兩分鐘就到了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間餐廳的花雕醉雞真的好 值得試一試 不過大家最近要找一個比較少人的時間 例如早上的11點多 今集就會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感謝大家支持,下集見,拜拜!